他比較聰明 我們合同藝術文化基金為我們李董事長 今天朱董事長也特別 謝局長 陳局長 還有我的老朋友我們的策展人 好久沒看我們的胡教授 還有在座很多藝文界的好朋友們 以及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們趙教授 我們張教授也有來是不是 喔 兒子來 是不是 謝謝 OK 那非常高興今天能夠 來參與我們趙教授在台南 尤其剛剛李董事長講說 台南四百年剛開始 哇 第一檔的大展 就是邀請到我們趙教授 哇 我覺得是 台南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氣喔 所以在這裡特別感謝 我們李董事長的安排 那我們趙教授接受我們的要求 邀請來到我們的五院工會堂這邊 很特別的一個空間場域來做展覽 那過去對趙教授的畫作 真的不那麼熟悉 但是知道你也是地震方面的學者專家 哇 我就好欽佩好欽佩 我就覺得說 哇 一個地震方面的專家 又是書畫方面的一個專家 哇 這個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後來才了解說 哇 原來趙教授是出生 這些所謂的父親母親 都是所謂的學界 都是所謂的書香門弟 這樣子一次下來 所以從小就耳濡目染 對藝術文化就非常非常的有專精 那所以受教於你的學生 我相信一樣 不只是在地震方面的專業上 其實又增加了一些人文的一些氣息 過去我都常講說 過去我們辦很多的活動 我們也常遇到很多跨界斜槓人生的 就像趙教授一樣 那曾經有一位教授 我記得好像是東海建築方面的教授 他就跟我講 他也是來這邊展覽他的一些作品 那他說他不太喜歡人家 稱他叫教授 專家 學者 我說你喜歡人家稱你什麼 他說他喜歡人家稱他叫文人 文人 我說你有什麼差別嗎 他說你不知道 文人是什麼 文人是懂得生活的人 你一味的只是工作工作 畫圖等等之類的 就建築師啊就畫圖等等 都是在工作 他說這個不是人生 不是人生 他說文人就是懂得生活 會泡茶 會畫畫 會寫書法 會寫詩作 然後看景不是景 看山不是山 看山又是山 看水又是水 這種人就是文人 我聽了他之後我想一想 的確人生這樣子 才是幸福的 你說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趙教授 也是文人 也是文人 是懂得生活的人 那我知道教授的家族 就有很強的宗教信仰 那所以我相信這些信仰 也會反映在我們的作品上面 所以信妄愛 我相信在你的作品當中 都可以被看見 我想看了你的作品之後 一定會有很多的啟發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幅我喜歡的作品 他把兩種不同的花放在一起 一個黃一個紅 他說這個叫做什麼 不會互相競爭 而非常的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很有殘味 很有意境在喔 所以我相信 雖然我現在還沒有去看到老師的展覽 但是我已經想像說 老師的畫作當中 一定有非常多的啟發的作用 所以我在這裡再一次的 感謝老師 來到我們台南來做展出 也再一次謝謝李董事長 總是把最好的藝術作品 帶到台南 那新年剛開始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能夠心想事成 謝謝